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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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头不是石头 骨头其实有点像珊瑚礁 我们知道珊瑚礁是中空的 但是它有一些架构跟一个组织 那其实我们的骨头呢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骨头主要里面有骨细胞 骨细胞可以存活十年 骨细胞可以活十年 就是说我们那个骨头 其实是每个骨头的骨细胞 它是活的 就我们在读书里面就知道 这个珊瑚礁它也是活的 但是珊瑚礁它死亡之后 它留下那个骨骼就在那个地方 但是其实我们人的骨头呢 其实每个细胞都是活的 寿命就是十年 所以每隔十年之后最慢 但是有的不一定是那么久 就是它会清晨代谢 那我们的红血球细胞是120天的寿命 骨骼细胞它可以存活十年 所以骨骼细胞如果变少了 那我们骨头里面的所谓的海绵骨的部分 那什么就是海绵骨呢 其实我们的骨头呢 有点像这个 外面有一个包模样 那个所谓的这个皮脂啊 那里面呢就是所谓的水脂的部分 那有点像那个 我们的这个海绵 我们那个 一般我们在做家事用的海绵 那一格一格一格的 年纪大的我们还是长这个样子 但实际上骨小粮或者骨骼细胞变少了 所以它里面变中空了 那我想几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就是说 油条啊我们那个去早餐店 豆浆店买油条的时候 这个油条中间啊 基本上是空心的 那我们的骨质疏松 就有点像我们这个油条 中间呢就空心了 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实体 好好的 对 里面是空的 那就是我们 对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骨质疏松的一个现象或是症状 OK 好 那我们继续就来看看说 骨质疏松有哪一些症状 可以来讨论的 包括第一个是 脊椎压迫性的骨折引起的腰酸背痛 行动不变或者是关节 关节还会变形 其实我们这里有一个图 我想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图 我们这个图呢 你看到我们这个骨头呢 一个一个 如果 那年轻人可能是更正 方方正正 但是年纪大的时候 这个骨头就会有点长骨质 就会变这个形状 但是因为刚才讲过这个骨头 它中间的这个骨抢 它的硬度不够了 里面 就是像我们那个油条一样 中间的中空了 所以一用力一用的时候 它就变成扁掉了 这我们叫做气状骨折 就是那个气液的气 或者一个再加个木质旁 气状骨折 有点像三角 我们的三角形的一个 一个这个气状的一个形状 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 我们的整个脊椎一个变形 这个是一个我们 这个引起的气状骨折 那另外就是说 甚至它也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这个骨头的一个这个形状 整个脊椎骨就会变形 那我们的肋骨呢 也容易断掉 那当然就是也会引起我们这个 这个腰酸背痛 因为我们骨质疏痛 第一个出现的症状就是腰酸背痛 但是最常见的一种 发现说 它发生了这个骨质疏痛症 刚开始也不知道 但是不小心跌倒 一手撑地 真的 像我碰到很多 其实整手里碰到很多 一个妈妈级的 这个女性朋友 这个症状是最多的 就像手一不小心跌倒 手一撑 这个现在就来了 他的这个所谓的 他的老骨的部分就断掉了 那手就会歪一边这样 那当然就是 我们会给他做矫正 矫正的动作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 我们的这个肩膀的这个骨骨头 我们的 我们这个叫做孔骨 这个孔骨的位置 手一不小心一撑到 从这个地方就断掉了 所以这个手就一下子拿不起来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跨关节的这个骨头 一不小心跌倒了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 这个走到我们诊所的这个门口 还没进来 还没进到我们诊所 结果那个电动盆啊 关起来 就关起来 动作太慢了 就 就这个跌倒了 家人扶着他 就说是家人扶着进来 但是家人刚好下车 付车前 他自己走进来 所以不小心跌倒了 结果我们马上给他送医院 结果是 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说 宽吗 宽关节 骨折 这个骨骨头的骨折 就住院了 就开导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 正常能跌倒 因为年纪大的人 他就出现了这个骨质比较疏松 那一支层的力量 那受不了的就折断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最常见的这个骨头引起的一个骨折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就是说在平日就要储存骨本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 陈医师也说了 女生更临起之后 我们的骨质疏松就会加剧 所以在我们现在 还算年轻的时候就要存骨本 那么刚才讲到说 骨质疏松的症状 包括了脊椎压迫性的骨质 引发到腰酸背痛 陈医师说这个腰酸背痛可能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前兆 或者是关节变形行动不变 比较严重的情况呢 脊椎骨会被压扁而产生駝背变矮下背痛 我想这个图可以看到是讲到这一段 可以看这个原来啊 年轻的时候 这个四十岁的时候 三十岁是这样的 年纪大的时候他就駝背了 他的身高就改变 为什么因为这个骨头就弯掉了 那甚至有气壮骨折的形成 那腰酸背痛 那也变矮了 所以这个你看 这手扶着代表 是有腰酸背痛的一个情形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脊椎 如果说过度弯曲 矩度弯曲的话 也会有可能 还要引起呼吸困难 这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气管 气管会被什么 会被压到 所以他也就 也产生呼吸困难 所以 是 骨质疏松症的一个症状 那我在诊所前也碰到一个 骨质疏松的病人 那是由家人带来看 但是他已经没办法 没办法下床走路了 他直接就家人就轮椅推进来 嗯 那 他是说他 呃 年纪大概90岁吧 嗯 我说我上床 就是把他抱上床 家人抱上床来做检查 但是 在抱上床的过程里面 那个痛得 痛得不得了 非常疼痛 为什么 因为他一碰了 就好像骨头就 快碎掉了 就骨折了 因为他的骨质啊 我们刚才讲 这个骨头 他我们有所谓的骨皮质 跟骨髓质 那皮质的部分 那皮质很薄 那稍微一动 他那个骨头就这样 骨头不是梳头 里面有豐富的血管啊 嗯 所以骨头 一 一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这种很细微的骨头 就引起他 非常的疼痛 哇 所以说说 骨质疏疏疏的病人 非常要小心 非常要注意 如果说 他到一个很严重的程度 基本上 他的生活品质是 非常不好的 嗯 因为他躺也会痛 坐着也会痛 爬也爬不太前 而且半径一撑手 手就会骨折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检测 我们的骨质疏疏啊 一般 呃 我们在现代医学来讲 会去测我们的骨质密度 是不是 我们这个骨质密度的检测 通常我们是 虽然有一种叫做双光值的 这种 这个 骨质 密度仪啦 双光值的骨质密度仪 在很多的医院里面 都有设置 那当然很多 健診中心呢 都非常 注意设置这个仪器 那过去有一种 是用脚跟的 类似超音波一样 把你的脚跟呢 泡在水里面 他有个机器 测量你脚跟的一个 骨头的情形 那 来对照全身的一个情形 不过就是说 最重要就是说 像 那种双光值的一个 骨质密度仪喔 是还蛮准确的 那当然 这个是现在医学的一个 医学工程的一个进步啦 那我们有时候 虽然我是中医 但是我还是 有必要的话喔 还是会建议患者去 照一下 照一下的话 就是说 到底这程度是多少 那在做治疗的 能够做一个比对啦 因为 一个有效的治疗 应该是不只是说 他的症状改善 应该是连 他的一些科学上的数据 也都要一并来改善 才算是比较有医的治疗 是 那有一些病人喔 走到这个 陈院长的诊所呢 就说喔 在这哪疼 这哪疼 这个 然后就说 他想要 来抓药 那陈医师 你从外观上面 可以判定他 是不是骨质疏中吗 不是说 骨质疏中症的病人 基本上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说 他的年龄 性别 女生年龄 这里喔 有一个资料 我看到 哪些人比较容易罹患 第一个就是 营养异常 那异常是营养不良 不是 营养很好的人 比较不会得到 固质疏中症 营养异常 就是他可能 长期的饮食上 都营养不良 或者说 他的这个 呃 身体上可能 必须有贫血的人 这种都可能 嗯 第二种是 体质差异 嗯 那像有些种族 是比较容易啊 嗯 什么样的种族 我们东方人 像东方人 黃种人 像东方人 像中国人 海种是 白种人也有 嗯 一种叫做高加索人 因为这个基因的关系 高加索人 OK 你看看是哪一种人没有 哪一种人 黑人没有 黑人没有 对就是 黑人比较不会啦 嗯 因为黑人他 长得就比较 那个样子 他的体格方面就比较 是 我想是比 比其他人种都是要强 所以黄种人哪 然后那个 东方人 日本人也会 也会 也会 还有像 白种人 高加索人 好 这个是比较 会有这种 嗯 这种 这种体质的一个差异 还有上一集节目当中 这个医生有讲到说 停经 那 的妇女 其实就是说 停经的妇女 他基本上他就是说 他的荷尔蒙的一个维护 其实女性荷尔蒙是 在我们 在生育年龄 大概百分之百吧 嗯 更年级之后 百分之十而已 如果停经之后 当然就 他荷尔蒙不够 他对 骨头的一个 再生 或者制造 就有观念 他当然讲到说 为什么会骨头制造 就是本身的 骨骼细胞变少了 嗯 骨骼细胞变少 那刚才讲 应该讲到一个所谓的 身体上有一个所谓的 所谓的造骨细胞 嗯 跟一个破骨细胞 嗯 诶 当然就是说 收入啦 我的资产是多少 固定的 不是我的资产 可能一千万 但是我每个月来赚十万呢 也花掉十万了 那当然就是 还是维持一千万 嗯 但是年龄越大的时候 我们的造骨细胞就 就变少了 但是我的破骨细胞 变活药了 嗯 所以我现在每个月呢 赚了八万 但是花了十万 或者花了十二万 嗯 那我会做吃三口嘛 因为透支 透支 透支超过我们的体质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平衡点 那慢慢这个骨细就 那就变差了 那我们 年龄的关系也会 因为 人到了四十岁以后 它这个 骨头的一个 钙的吸收 就变差 就变差 其实你吃了很多的钙 其实我们懂吃钙 但是还是 没有用的 哦 好 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谈 骨质疏松症 好 刚才提到说哪些人容易罹患骨质疏松症 那么营养异常啦 所以要让骨质疏松延缓的话 要多吃什么 我们这一半知道钙质 还有什么 其实我们都讲是所谓的 米达病ADEK ADEK ADEK就是脂溶性 脂溶性的维生素 那其实就是营养均衡就好 但是你要 蛋白之类的食物 应该是要多摄取 嗯 那另外就是像 营养喔 这个 摄取的时候 就算你要 要搭配就是 要多元性 嗯 其实我们身体能够吸收的话 如果说单一的 单一的这个营养素是 它的摄取还是比较不够的 嗯 有些 呃 酵素啦 或者像一些 维他命 ADEK之类的 脂溶性的维他命 可能是 比较有效的 嗯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 你也不一定要吃 这些维他命 但是 营养均衡蠻重要 但是我是说 素食的朋友呢 當然就是说 你要蛋白质类 蛋白质类 豆类 我想最好的一个补充品 嗯 好 那再来就是刚才讲 体质的差异啦 第三个是罹患一些疾病的朋友 哪一些疾病比较容易罹患 其实像如果说像有一些 像有一些像那个卵巢呢 功能切除的 哦 或者说他本身有像 肝脏病 或者肾脏病 譬如像肾衰竭的病人 或者肝脏有问题的病人 哦 其实他对重体质的人呢 嗯 很容易引起股脂疏中症 我想 各位 可能身边就有很多 朋友 台灣号称这个 全世界 全世界洗肾是 这个人口疏 很多 还名列前跑的一个国家 嗯 那 洗肾的病人呢 欸 大概洗超过一年以上 欸 大概都是股脂疏中症 因为 体质的关系 他会把一些 钙啦 钾啦 这些离子啊 做一个重新排列组合啦 所以 这个股脂疏症的情形 非常多 那 另外就是说像 一些那个 女性荷尔蒙 解引草病人 為什麼 因為是開刀 像子宫 卵巢切除 對 所以其實 骨脂疏症跟女性荷尔蒙 有密切的關聯 所以如果說啊 像有很多女生 就是更年起之後 他會補充女性荷尔蒙 欸 有的是用擦的 有的是用吃的 好 那 醫師你建議說 更年起的女生 要補充荷尔蒙嗎 我是覺得應該是要補充 如果說你有 一些不舒服 譬如像 潮熱啦 煩躁啦 這個 失眠啦 這個部分的話 就可能 跟醫生來討論 是不是需要補充 補充荷尔蒙 跟他 鈣質 可以增多 有幫 有關係嗎 女性荷尔蒙存在的時候 鈣的吸收 比較有效率啦 喔 那你說我都吃鈣 不只吃鈣 是不是有效 對對對 我覺得有效喔 所以荷尔蒙降低的時候 他吃再多鈣 可能吸收得也不好 也不會吸收 喔 就提升你的女性荷尔蒙 吃鈣片 對 或是吃含有鈣的食物 就會吸收得到嗎 那其實我們食物上 裡面有很多東西 是有的 就像 像豆類的食物 當然就是像 小魚乾啊 這些 黑豆啦 黑豆 還是像 那個芝麻 其實這個東西有不錯的 像 補充 鈣質的 或者補充 這個 骨質素中症的一個營養物質 好 所以生活習慣方面 也是要特別的注意 我想這個骨質素中症 咱們都知道 這個要運動 很多的這個電視廣告 是在太陽喔 很多 很多的骨質素中症的一個 賣那個鈣的廣告 對 不是去 跑一跑 沒有 跑一跑然後就 扛著 扛著單車 單車 很厲害喔 希望我以後也能跟他一樣 那 運動 那運動裡面我在 之前的節目也談到 其實我們的 身體的一個機能上 尤其是肌肉骨骼部分 有個叫做 用勁 廢退了 你 越用它 它肌肉骨骼 越有力 越發達 但是你 沒有再用了 它就會萎縮了 所以 有些人說這個 他說要這個瘦小腿 我就插開一個話題 那瘦小腿 結果 他就一直穿高跟鞋 那小腿的肌肉就 就一直用力啊 那 怎麼可能小腿會變瘦 那骨骼也是一樣啊 你如果說你的骨骼 每天都沒有在運動 那 當然就容易骨質疏鬆 所以 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骨質疏鬆的人 要到戶外去 要去曬太陽 那當然說 曬太陽可以 合成所謂的 維他命D啦 但是我個人認為 曬太陽是 叫你去戶外運動 那也不能曬太陽 你室內運動也可以啦 就是說我可能天氣很熱好 就可能在 在這個 籃球場裡面 現在籃球場都是 很多都室內 而且台北市一些 很多的運動中心啊 都是室內的 很好 雖然我們中醫師公衛呢 就常常利用那個 一個禮拜有兩次 去那個 運動中心打羽毛球 打羽毛球 我通常是去加油的啦 所以要多運動 對 然後曬太陽 所以 運動可能比曬太陽還重要 當然有時候 曬太陽會合成 維生素D 維他命D 那當然就是 曬太陽 我想並不一樣 但是運動是很重要 讓你的肌肉 或者骨殼能夠很強壯 那就 它鈣的維持會比較好 就是它吸收鈣的需求就比較大 因為你沒有在動嘛 所以你那個 骨骼就不需要很多的鈣來 來維護 所以它就不會吸收 好 那還有一種是 經常使用一些藥物的人 也比較容易罹患骨質疏鬆 那服用什麼的藥呢 有抗凝血的藥 其實我們很多的藥物 這個在使用上我們要特別小心 就是像 抗凝血藥的 或者甲狀腺劑的藥 那另外一種 內固醇 內固醇 大家聽了會很緊張的內固醇 對 其實這些藥物都會其實會影響 影響 那中藥裡面這種這樣的影響 是比較少 或許說沒有做這一方面的研究 中藥裡面當然藥裡面有分做 上品中品下品 當然 養生中藥大概是耳熟的影響 那這些養生中藥大概是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好 那預防骨質疏鬆要做些什麼事情 剛才講運動嘛 曬太陽嘛 營養要均衡 還有沒有什麼要注意 其實我們 就是說你要預防骨質疏鬆 基本上要有一個長期的計畫 你不是說你一天打一 三天曬網 那一步驅然那沒有什麼效果的 那大概就是說你從生活上 生活上就是說你能夠速度的運動 運動過度也沒必要 在飲食上 大家都說這個喝咖啡不要喝太多 喝咖啡會讓你的這個鈣的吸收變差 但是有一排講法是沒有的 愛喝的人都說沒有啦 對 所以我是支持說不影響的 那另外就是說這個酗酒 酒精應該是對於這個部分 影響很大 這個酒精喝酒一定是會有 會有影響的 那當然就是說如果多喝點牛奶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鈣的一個這個 不要的補充品 那在生長期 尤其是這個婦女的 在生長期或者婦女 懷孕期的 一定要多多補充 因為我們講那個鈣的一個吸收 它有一個時效的 如果說你過了45歲以後 基本上吸收都比較不好 那另外就是那個 要配合速度的運動來減緩流速 這個事情叫遲遲以後 不是說我這個一步思涵 好要遲遲以後的做 那如果說呢 我之前都沒有運動 也沒有重視營養均衡 然後害得我呢 50歲的時候呢 更年期45歲50歲 我就發現我骨質疏鬆好像蠻嚴重的 那我這個時候再來去運動啊 然後再來去調整生活習慣 來得及嗎 我想這個 我只要今天比昨天更好 明天比今天更好 就是說我們的健康其實每天都可以 從今天開始來重新來照顧 所以你要注意到就是說 你這些良好的生活習慣 良好的飲食習慣 良好的運動習慣 你就認真地給它做下去 對 那一段時間之後呢 就會看到一些成效 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概念 那大家就是說 你如果說能夠馬上來改變 馬上切入 很快就是積極來實行 我想都還是來得及的了 因為明天如果說 在一個比較健康的狀況下 既然是來不及的 但是實際上 你看起來是來不及的 但是亡羊補牢 尚未完以 對 好 所以在中醫裡面呢 預防骨質疏鬆的 醫生你說你都會用什麼樣子的 藥鐵來 其實我們在中醫裡面的一個 補養的我們就有很多東西 像中藥裡面有一個最有名的 叫做龜鹿二仙礁 龜鹿二仙礁 它基本上是用龜板 就是我們那個龜 龜板 那這個龜板還不能夠是一般的這個 飼養來的龜板 要用這個自己自然死亡的龜板 龜板是 就是龜殼 我們不是有一種 看到人家那個那個 那個扑掛的那個龜殼有沒有 那經過炮製之後 但是那個龜要自然死 自然死我們 我們不能去 不能我們用人為去把它那個 對對對 那這樣那個質地就不好了 誒 對這個就是自食的那個拜龜板 那用龜板上面的什麼成分 它裡面有很多的膠質啊 膠質 那另外就是用那個那個 鹿角 鹿角 但是不是 也不是我們人為的 也是自然死亡的 它自然會脫落的 鹿角自然脫落的 就是鹿角 不是鹿龍 鹿龍是活生生聚下來的 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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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角把它一起熬燉 熬了之後呢 再加人參加枸杞子 那煮了之後呢 把那個湯留著 倒出來之後讓它沉澱 那剩下的這個渣呢 再煮這樣 那再煮了之後 裡面的成分就留下來 再把這個成分呢 把它水分脫乾 這就是所謂的龜鹿二仙角 當然這是動物型的藥 當然有些人可能不使用 那不是說沒有關係 你可以用在 像幾個像 河手屋 河手屋 熟地 這個 杜仲 但是杜仲沒有什麼味道 沒什麼膠質 所以 河手屋 這個 還有那個像 枸杜質 還有像芝麻 這個都是有一些 這個對補生方面 尤其 所謂的這個 補生素 一個不錯的 一個 一個食材 那另外就是 更屬於比較要務的 那如果食物裡面就是 黃豆嘛 跟黑豆嘛 黃豆跟黑豆 你看看怎麼做 像我們通常在黃豆裡面 因為我的做法是 你就把它烘焙 把它烤 烤 烤了之後 烘焙之後 它這個 就熟化的時候就輸掉 那就 當作 靈嘴吃 日常的靈嘴來吃 那枸杜質 其實也可以 枸杜質 其實也可以 像葡萄乾這樣 來做保養 那我們也搜尋到一些資料 告訴我們說 欸 洋蔥 是不是也可以 防止骨質的流失 其實我們洋蔥 這個是最近的一些 一些醫學的研究 那 在瑞士的一個研究的人也就是說 洋蔥裡面 它的一些化而物 能夠減少 老鼠的這個骨骼的損壞 它因為主要裡面有一些成分 它也不是鈣喔 也不是鎂喔 也不是維他命D喔 它是談到是說 跟骨骼所需要的 礦物質有維他命 而是被稱為叫做 GPCS的一種物質 就是說 一個成分 這個是比較新的發現 就是說 我們過去認為說 欸 這個 談到這個骨質之中 或者說我們骨頭裡面的鈣 最後幾個成分 就是 鈣 鎂 維生素D 嗯 其實有一些成分會影響 這些鈣 這維他命D的一個存在 或者它的一個吸收 就是所謂的這個 GPCS 不是GPS啦 不是衛星導 GPCS 那這種成分呢 它是在存在洋蔥裡面 而且是很豐富 因為這個是用老鼠去做 很客觀的一個科學的一個實驗 是 好 那麼提供給觀眾朋友做個參考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談 火啊 一 生活當中哪些的壞習慣喔 比較容易造成我們骨質疏鬆呢 我们请陈医师来告诉我们 我想这个刚才讲 运动 对 不运动 骨质素松最重要的是 他的骨头 要动啦 要活就要动 没有力量 那没有力量 那就是我们运动之后 会让我们的 激化我们的骨头 赶快多吸收一点盖 给他用一点资讯 给他一点讯息 我们这个身体上一个 自然的一个环境 如果说你都不给他运动 不知道说你有需要 这么大的需要 像有一些朋友 像我外婆 因为他就是 快80岁的时候 他就行动不变 然后有一点 这个严重的老大痴呆症 然后躺在床上 那都要靠着这个 护理人员啊 或者是我们的亲人 去帮他翻身 那时间久了之后 他就骨质素松 非常非常严重 因为他肌肉变 就没有动 不是 他的骨骼没有硬力 对 其实我们这个 这个如果是骨骼的话 我们趁你在动的时候 他这边的肌肉会拉住 这边的肌肉拉住 那我们利用这支做支点 所以 两边的肌肉怎么 运动运作的时候 都靠这个 那如果说 这个都没有在用力了 那骨骼他不需要 太多的骨头 来补助这个利用 所以就像你所说的 那个外婆是吧 对外婆 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在动 所以他脊椎骨或者我们的骨头 没有需要他一个支撑力 所以他骨钙他不会到我们的骨头里面 所以他就不会再去吸收他的钙质 是 所以运动很重要 第二个不要抽烟 抽烟我们都知道 这个抽烟是一个 对我们身体影响很大的 那会影响血管 影响我们的 这个生理机能很大 我想这个抽烟 应该对我们的骨骼素中也有帮忙 那另外就是像那个饮酒过量 那我们爱喝的人 那应用都比较少 那当然就是 这个饮酒过量 因为酒精的成分 也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负担 那另外对于我们的骨盖的吸收 会很大 有很多的报告是说 这个喝酒过度 会让我们的这个钙的吸收会有影响 所以那当然就是骨骼素中也有关联 是 好那再来就是饮食缺乏钙质 我们经常吃某几类的食物 对不对 有些饮食上它就特别的 就是它有挑食 挑食 或者它因为信仰上 或者它的一个特殊的一个 这个目的 习惯 所以它饮食上如果缺乏钙质 比较容易 但是 你要去注意到这个事情 并不是没有解决方案 那我知道我的饮食就是 对于钙的吸收会比较不够 因为动物性的蛋白分比较不够的话 你对于食物性的蛋白 要特别用力用心的 积极的去摄取 就是像很多吃素的朋友就要多吃豆类的食物 对对 那有些中药 真的中药也可以 吃了之后也可以帮忙让钙的吸收会更好 什么样的中药可以帮助钙的吸收 像杜仲啊 杜仲啊 杜仲啊 杜仲是对于这个骨头钙这方面 对 筋骨方面的补充 不错的 另外像黄芪啊 黄芪不只是补剂之外 它对于钙的吸收也有帮忙 那另外像薏仁 薏仁跟莲子 这两个食物呢 就是这两个食材也有帮忙 那另外像黑豆 你把它当作零食来吃 这个我想也都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补养的方法 是 好 所以我们营养要均衡 不要偏食 尤其是我们偏向某一类 然后缺少那一类 就可能是钙质比较多的 那我特别要呼吁就是说 如果说是像 因为我们的家庭里面都是蔬食的 那小朋友们怎么办 对怎么办 因为可能就是大家的饮食习惯 就跟着我们大家来吃 但是就特别给它加强海带牙 海带牙 那个木树牙 还有黑豆 芥兰菜 还有紫菜 这个都是比较有含钙量 比较高的 我想特别注意小朋友的 因为小朋友 在发育过程当中 发育过程里面 比较充分的需要 更多的钙 有小朋友或年轻人 会骨质疏松的吗 他基本上 他没有说营养不良 基本上不会 但就是说我们希望 他在成长过程中里面 他能够更好 所以特别 给他加强这部分的营养 好 还有一些家族病史的 刚才也有提到 就可能是肾脏病 像肾脏病 或者它本身 甲状腺 甲状腺的问题 好像这个都会有用 那糖尿病 心脏病会吗 糖尿病 糖尿病 心脏病 对钙的影响是比较小 刚才讲 肝病跟生病 比较会有影响 好 还有再来就是 体重不足 或体型瘦小 如果体重不足 体型瘦小 就太小只了 营养不良 促进营养的吸收 那当然我们 我可以建议 中药里面有一个药 叫做四菌子汤 我们都叫四污汤 但是实际上 有一个叫做四菌子 这个 我们都叫梅兰族菊 是四菌子 但是实际上 中药有一个叫做四菌子 它是白竹 白竹 人参 人参 茯苓 茯苓 范草 其实这个甜的 这个是一个甜甜 甘甜的一个养生的中药 但是这样是不够的 你要再加上山楂 山楂 其实山楂就是 我们做那个酸梅 乌梅草酸梅草那个山楂 它酸酸酸酸的 很开胃 开胃的刺激食欲 你要让它这个 这个体重不足 它促进食欲 山楂最好 一个叫做麦芽 麦芽 麦芽是专门在削这个骨鸡的 就是我们吃了很多的饭 就吃了很多的 像骨裂的食物 胃脏起来 胃撑起来 这个麦芽 刚好最能够消脏器 麦芽 麦芽糖的麦芽 但是不是麦芽糖 是麦芽 麦芽 山楂麦芽 因为叫做神曲 神曲 神曲是什么 神仙的神 曲是这个大曲酒的曲 它是一种酵素 这个我们传统 这个中译蛮有意思 它就发现到 这个酵素能够出镜 它是怎么做 它把一些 大概有三十几种 我一下也记不起来了 已经还给我们的 那个做制药的一个老师 但是我们麦芽糖常用 但是他就说 把这个三十几位的一个中药 放在那个黄土里面 那埋在那个灰 就是我们那个烧稻草的 灰的 可能烧完稻草之后 就把这个神曲 这个我们的这个 制品就放在下面 这药材放在下面 经过一段期间之后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烧灰之后它有温度嘛 所以我们发酵要有什么 要有适当的温度的 维持一定的温度 把它放几天 之后它这个沉温 它就会发酵 那其实跟我们现在 谈的一些酵素 所以很多西医朋友 小朋友不爱吃饭 都用一些酵素给小朋友吃 但是实际上中医在这一块里面 其实在应该是几一两千年前 就有注意到 所以我的经验里面 四圈竹再加上 山楂 神曲 麦芽 这个加上去就效果都非常好 好 所以如果体重不足或体型太瘦小的 就可以吃刚刚陈医师讲的这几味 那再来就是 长期使用肋骨醇会使骨骼 更脆更疏松 哦 骨头脆真的很可怕 对啊 所以说我们其实我们刚才 我们之前有讲到 骨头它有一个所谓的皮质 那里面就是水质 或者所谓的海绵体的部分 就是说外面是一个 有像一个包膜一样 就像我们的油条的外壳一样 但是里面是中空的 那其实我们长期服用肋骨醇的 因为赫膜的关系 会把那个里面的这个骨 那个所谓的骨髓的部分 会掏空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 服用肋骨醇的一个副作用 我想大家都知道 但是服用肋骨醇 一定要在医生的这个指示下来使用 不是来停药 你不可以认立这个 停药 那当然会服用这个药 我想也是万不得已 医生会根据你的病情的需要 而可以评估 我想尽量不用 那用了就要依照医生的指示使用 对 也不能作然的停止 那另外是缺乏阳光 那阳光我想是我们生命的必须 阳光空气 水 这个这个是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最近那个有一个案例 这个因为隔壁的盖了大楼 把他的享受阳光的潜力 这个就剥夺了 就上法院要去告那个建筑公司说 让他得到阳光的潜力 晒不到阳光 对 所以阳光在我们的传统的讲话里面 是讲的就是说你要让他有这个骨 没有办法模拟这个太阳的光线 你是不是你这个独自在抬的时候 你就会压力就来了 都要一个就是要工作 但实际上我们走到户外去 让我们有一个愉快的身心 身心放松 对 这个还蛮重要的 好 还有停经期如果过早的话 也容易骨质疏松 停经期过早是因为他的这个 卵巢的功能是早摔 对 因为正常我们的提早高年期的病人 他基本上他的卵巢不能早摔 那当然这种 我们也一再谈到 骨质疏松跟女性荷尔蒙有密切的一个关联 对 尤其这个有停经的话 他的荷尔蒙的量是不够的 那骨质疏松的症状就会提早出现 因为他的对钙的吸收就会得到限制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谈 好 预防骨质疏松或改善骨质疏松呢 今天陈医师也有两个这个料理 饮品吗 要来介绍给我们 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个 就是说枸杞芝麻粥 我都说枸杞啦 但其实枸杞籽 枸杞它本身就是补胜明目的作用 我想很多人都喜欢这个 补胜明目 对 那人到了中年之后呢 眼睛就老花 枸杞籽这个最有帮忙 那可以把它当作我们 一般的零嘴 零食就像葡萄干 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都给我们葡萄干当零嘴 那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呢 枸杞籽是最好的一个包装品 那芝麻它也有一个这个无声明目的作用 那怎么做呢 黑芝麻30公克 那么白米100公克 那枸杞籽是10公克 将枸杞籽以精米 这都是精米 但其实就是白米 我们在文联文里面就写这个精米 那我们在传统的艺术里面都是这样写 那一起煮粥 等热粥时放入黑芝麻 那我们 我们的这个软的 粥 我们煮到这个 软的 到软的就可以了 那主要是 能够养肝 益胜 益胜 滋润五脏 能够强壮筋骨 那这个粥呢 我想白天吃晚上吃都很好 都可以 尤其是这个早上的时候 或者说吃宵夜的时候 来吃最适合 刚才那个枸杞啊 陈医师你是说 它可以当作像葡萄干一样 这种吃法来吃嘛 一般我们去 就是中医那边 买了枸杞回来 或是我们在超市也有 那这个枸杞需要煮过吗 其实枸杞它基本上 我这里有带点枸杞 我想我们的摄影师 大家可以拍一下 这段盘漂亮的 我在超市买的枸杞很硬 枸杞怎么选呢 第一个就是要 粒粒分明 粒粒分明 不要黏在一起 你要让它粒粒分明 当然呢 不要软软的 太软了可能就是 它快变子快 快变子的可能 快烂掉了 那不好 那保存的时候呢 你要放在塑胶袋里面 放在冰箱的下沉 那有时候你到那个超商里面去买的枸杞 有时候就是 它可能脱水脱得很干 对啊 就觉得好硬哦 对 脱水脱得很干 那如果说颗粒是明显 颗粒是明显的 粒粒分明 另外就是说 它的颜色是比较这样 正常的颜色的 那有的是品质比较差的时候 比较变成 喝瘦咖啡色 那质量是比较差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枸杞的一个用法 好的 再来一种是 二子盐粘茶 二子盐粘茶 那就是两个子吧 两个子 盐粘呢 就是盐粘易瘦 越活越长 所以 吃了这个呢 喝了这个呢 就会生两个孩子 然后寿命会比较长 这个 有没有孩子是要命中注定 绝对不可以强求 那我们的二子的意思是 枸杞子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 那枸杞子呢 它本身呢 就是刚才在周里面谈到 它有补肾明目的作用 尤其是中老年人的一个 这个体质的调养 那它也可以 因为红色的有入心 所以也有补肾 那五位子呢 就是酸苦甘心咸 五个味道都有了 那所以调和我们的五脏 酸苦甘心咸 甘心咸 都有哦 酸苦甘心咸 那这个就五位子哦 对 这个是五位子 那这样就可以吃吗 可以吃啊 但是就是说你要 搅碎 如果我们五位子正常 我们在入药的时候要稍微用锤子把它捶一下 这个是没有锤的哦 好 那这个是五位子 那调节它主要会让也会促进我们的食欲 那也补肝补肾的作用 那我们适量的一个白糖 那刚才就 分量就是各六公克 将白糖适量 口气脂 五位子把它捶来 要把它捶碎 加白糖 适量 用开水 冲泡即可 待茶 虚饮 虚饮就是里面流饮 慢慢的喝 功效能够 不虚弱 可以滋阴的作用 我有准备了一个 二子盐年茶 好 谢谢 好 谢谢陈医师 谢谢 好 希望你能够得到 喝了之后能够得到二子 好喝 我们制作人每次都说 为什么你感觉好像喝起来很好喝 我说真的还蛮好喝的 陈医师很无聊 绝对不是这个表演 陈医师的意思是说呢 就是你既然终于要调身体 就要让你喝得下去 不然调了很苦 或是很不入口 那也没用 过去有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粮药 粮药苦口 那是错的 粮药要顺口 说白话一点是 粮药要甜口 甜口 真的 让你个人顺 可是这是它 这几味加起来的味道吗 是啊 是这样煮的 就这样煮的 因为果汁是甜的嘛 果汁上基本是甜的 很多人吃过都知道 五味煮它是有点酸 酸骨宽线 五个味道都会有 那因为加起来的话 甜的再加一点 五味的味道的话 那味道应该是还是不错 那因为 六公克而已 六公克大概在 不到两千 那可以煮 煮大概一大罐 那这个味道是可以 还有加点糖 所以那很好吃 好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请教一下陈医师呢 就是近年来呢 台湾就高龄化的问题呢 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 台湾的保健食品的这个市场 非常的大 那很多人就会 依照自己各种各样不同的状况呢 去买各种不同的保健品 那么骨质疏松 也有很多人强调 它的这个 功效就是可以帮助你这个 强化你的骨头啊 然后补充你的钙质 但是这些保养品要怎么选 我想这个 我记得我有很多的朋友 亲戚朋友 出国之后就会 抱一大堆东西来问我 因为有的全部都全英文的 那因为基本上 把它看了之后 有很多的标示 它也不是很完整 或者内容也不是很完整 所以我们从国外尽量就是 不要任意买保健食品回来 因为我们的使用 可能没有保障 这个第一个 所以在国外买回来的 人家的好意 我们这个 心灵 心灵 但是实际上 使用上 我想要小心 那真的要 找到看 那台湾里面有代理厂商 再来使用 确定他们这产品 再使用 第二个 台湾现在对于这个 食品营养这边 有一些认证 像有些这个保健食品 健康食品 如果是有卫生署的一个 核准的质量 或者标识的一个 马克 对于民众使用上的安全 是比较没有问题 或者说如果说是有 相关的医生的一个推荐 或选择 我想这个是比较安全 那如果说对于来路不明的 之前有很多朋友 去南部地区去旅游 观光旅游 尤其是金门 买了很多的这个 像那个什么 一条根啊 有的什么产品 结果看起来那个东西 有点问题 可能不是百分之百是 这个纯重要或者是 单纯的一个食品 因为可能有一些 可能需要的添加 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时候 你要看看是不是有标章 它的标识是不是完整 再来就是 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 像公司 通常有厂牌的啦 比如说有一些比较知名企业主 大厂牌的 也会比较有保障 会比较有保障 因为那个大的公司 它比较 这个在品质上 它比较有 好 今天非常谢谢陈沙宗医师 来到现场跟我们谈到了 如何改善我们骨质疏松 以及如何去防范骨质疏松症 谢谢陈医师 谢谢 拜拜